另外花蓮施工所在每年的春节前夕 都会安排各社福团体的慰问活动 而今年的第一站是前往了花蓮黎明教养院 市长魏嘉贤也到场制证了加菜金 并且和院生们合影留念 院生们也回证施工所亲手绘制的红包袋 祝福市政团队可以平安顺利 市政业务蒸蒸日上 随着新冠肺炎的发展 花蓮黎明教养院日前宣布 将延期在年节期间的围如活动 但为了让院生们也能好好享受年节的氛围 花蓮市长魏嘉贤在2号上午 特别协同10楼客长小子卫及客室同仁 前往教养院制证加菜金 并且提醒大家要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外出也务必佩戴口罩 那今年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特别来到黎明教养院来感谢 也慰绕我们所有的老师还有院生 那今天要特别谢谢他们 在特别在今年过年期间 也特别的来让院生留在院内过年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那也特别谢谢执行长院长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 让家长可以减轻相关的负担 那我们也特别来制证一些加菜金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在每一天都能够很幸福 特别感谢黎明教养院对于每一个孩子的关心跟照顾 让所有的家庭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院生们也回赠公所他们亲手绘制的红包袋 祝福市政团队可以平安顺利 蒸蒸日上 今年就如同往例一样 我们教养院有124位的服务对象 大概有三分之一会留在教养院内过除夕年 然后这样的一个服务对象 其实来说有部分是家很远 也有部分是有家归不得 那也请社会大众继续支持我们 用你们的爱心用你们的力量 无论是在防疫大作战期间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 也包括说我们的爱心物资爱心善款 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黎明教养院 核联市公所每年固定在岁末之际 都会分别拜访各个社福团体 接下来还会前往美轮情能发展中心 毕市大教养院 少年之家与农民之家等机构 希望有更多好朋友能在有余力时 给予这些团队更多帮助 让他们温暖过冬欢喜过年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